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向美国媒体他们的立场是比较跟这些传统的冷战对立的国家是对抗的 我们美国的媒体基本都是属于自由派 他们在面对美朝首脑会谈之前 其实类似的舆论就已经放出来了 似乎媒体本来就不看好这次峰会 这次峰会从准备时期到后来 这个峰会特朗普总统提出推迟 其实我觉得当时美国的媒体就是一片的 怎么说呢 叫讽刺也好 叫幸灾乐祸也好 认为你根本是在玩 就觉得本来也没什么希望开城 你不过就是表个姿态而已 但是当两国领导人真的坐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美国媒体会关心这件事情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他们很多报道出来的东西 是跟美国这个自由派媒体 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这一点上呢 其实我们也并不感到有任何奇怪 而且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美朝领导人这一次峰会的举行 它实际上达到的成果其实是很空的 两个有限 对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两个人 见了面而已 见了面本身当然我们也承认 它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是有意义的 当然 我们也不能否认说它没有意义 它是有意义的 但是究竟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究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今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测 甚至呢 也有可能在美朝关系上啊 今后某一个事情的发生 又出现很大的波折 按照我们总统的性格随时可以变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谈美朝两国啊 不单单是特朗普总统的性格 还有金正恩的性格 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多变 而且呢 充满了不确定性的 unpredictable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朝鲜起码通过一场高峰会 拿到了美国 起码像之前去年的时候 美韩军演还在大规模的 还让朝鲜担心会不会军演途中 就改变成了对朝鲜的直接的军事攻击行动 起码朝鲜半岛上空的战争的阴云 基本上可以暂时的消退了 是的 但是呢我们也只能说是暂时的消退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跟特朗普总统去新加坡两个最重要的幕僚 一个是国务卿蓬佩奥 一个是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这两位人士可以说 他们对朝鲜在过去都不是友好人士 没错 蓬佩奥曾经在过去做过中情局的局长 他在中情局期间 曾经多次表示要推翻这个北朝鲜的宪政权 没错 甚至说呢他想采取计划要怎么说呢 要这个废除金正恩 美国是有计划的 对 另外博尔顿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强硬派 在他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时候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强硬的 而且很难去跟他谈判妥协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 带有一个非常保守的美国国家观念 而且他是有一个强烈冷战思维的一个人 是的 所以说这两个人作为特朗普总统最重要的两个幕僚 去新加坡 做这么一场改变世界的这样一个会晤 我们自己也可以想到说特朗普总统也很不容易 他所面临的阻力其实也很大 为什么他曾经有我想要推迟这场峰会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举动呢 跟他周围的幕僚所给他的建议其实不无关系 我们也不能把每一次特朗普他本人的一些变化都说是 这个人不靠谱 这个人 应该说 因为毕竟总统一个人能力有限 还是他的资讯也有限 当然回到朝鲜 其实朝鲜不仅仅是这一次在外交上 让金正恩在全世界面前 你以前总说我是邪恶轴心 你当然一看就是一个和蔼可心的小胖子 对于总统也称他为talent 也不再是一个火箭人了 当然更重要 其实这一次更实质来看 他这次朝美高峰会 他赢得的实际是利益 不仅仅是面子 第一个 通过平常奥运会和南韩 基本上就朝鲜半岛 大家彼此不战争 达成了某些默契 尽管他们两家说了不算 但是起码可以保证 南韩在美国的任何军事的企图的时候 韩国会投反对票 当然最重要的是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 别忘了 他访问中国的前提是 当了川普总统提出要见金正恩 这才有了他到中国的访问 而跟中国的访问 而且不止的一次 而且我注意特别到美国媒体公开讲 美国媒体说 这场高峰会后面就是中国 而且这场高峰会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中国 所以他认为金正恩 由于跟中国达成了一种战略上的谅解 或者说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朝鲜起码国家安全问题无用 我认为确实中国在这次美朝峰会上 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是关键作用 而且不光是从幕后 从表面上我们也能看出 对呀 你看这架飞机 对呀 他坐的就是中国国航的飞机 而且这架飞机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本来就是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交通运输的一架飞机 所以中国可以说就凭这一架飞机就等于已经告诉世界 我参加了 中国是在这场峰会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这之前还传出了 白宫也传出 准备邀请第三方 当时大家猜第三方一定是中国 但是实时很多中国的学者也说 中国不应该替任何一方去做任何保证 这是因为美朝这件事 你让中国替你怎么保证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朝鲜得到了中国的谅解 朝鲜得到了中国战略上的某些承诺 是的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从金正恩2012年上台以来 一直到2017年年底 这些年的时间 应该说北朝鲜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也是比较冷淡的 两国的关系并不算好 特别是中国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 也公开的表示反对北朝鲜的核计划 反对北朝鲜发展这种洲际导弹 而且中国在联合国制裁北海的问题上 也采取了支持的立场 是的 所以这一方面 我们说今年不仅仅是说 这个朝韩南北双方进行了关系的改善 这个朝美之间关系改善 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中朝两国关系的改善 这才是金胖子真正的所赢的地方 他对 您说的很对 他跟美国能够坐在一起 进行这样一个会晤是赢在表面上 赢在面子上 跟中国的两次访问 他才是赢在里子上 如果说他跟中国还维持一个过去几年那样一个非常冷淡的状态 我们很难想象他跟美国这次会晤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 甚至可能他连朝鲜的门都出不了 没错 而且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保卫能力 当然不管怎么样 当然中国也是出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国也是大家现在已经不是在高喊 以血肉凝成革命友谊的年代了 现在更多的讲的是国家利益 中国的国家利益确实跟朝鲜半岛的这种战略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朝鲜生战生乱的话 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 对于中国的国家的安全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首先光是难民朝中国就受不了 再有我们知道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离中国是很近的 中国当然从自己国家安全的考虑上讲 需要一个战略缓冲区 就像朝鲜南北朝韩南北三八线一带 还要有一个非军事区对不对 这个中国跟美国在军事上 必须要有这么一个非军事区 其实咱们说白了 北朝鲜就是中美之间一个大一点的非军事区 这是一个缓冲区 对啊 这样就避免了中国跟美国直接的一种军事上的面对面的对抗 我们很难想象说 如果北朝鲜垮台了 美军一直把这个军队推到鸭绿江边上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这就是当年50年中国为了这么刚刚建国又那么穷的情况下 居然奋起保卫 这个所谓的保家卫国 也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当美军站在鸭绿江边的时候 真的不敢想象 而且我还想特别指出一点 就是在过去 其实从整个冷战时期都包括在内 中国受到的这个外部的安全上的威胁 主要是从海上 从空中 真正在陆地上 直接从陆地边界上受到的威胁 其实并不是非常直接的 这一点跟俄罗斯受到北约的威胁 其实是不一样的 北约是真的把军队就驻扎在跟俄罗斯的边境 在他家门口 而我们虽然说在过去 我们谈到中国的安全局势 我们讲说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怎么样 南海怎么样 从日本那边怎么样 从朝鲜半岛怎么样 但是毕竟从海上 从空中 跟从陆地 从直接边界上来的话 其实是有区别的 因为我们没感受到 我们觉得从海上 从空中就已经威胁 让中国的国家安全局势非常严峻了 但是 如果没有朝鲜这个缓冲 那就是陆地上的直接威胁了 这是中国不能承受的 而且当然 中国在这一次非常积极的 而且非常深入的介入这一次的朝鲜 朝核问题的解决 其实朝美高峰会只不过朝核问题解决了一部分了 它并没有起到一个根本的作用 其实最终的根本作用 其实还是朝鲜自己在自己的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 它自己的一个契合 这将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 休息一下